欢迎收听MoneyDJ台经新闻 第一线记者带你看懂 产业大小事 大家好我是以宗 最近市场的资金都被航运吸走了 好像台股除了航运已经没有别的产业可以看 不过航运呢现在的股价位阶比较高 不一定每个人都有那个心脏这样子乘风破浪 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挑出站在长线的趋势上 然后能够走得非常远的产业 那它呢跟5G啊车用电子这些中长期都没有什么乌云的产业有关 那各位听众可能有猜到吗 这个产业呢其实它的产品很小 但是呢却很重要 是任何电子产品都不可或缺的元件 那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实音元件 那大家可能听完还是不知道实音元件是干嘛的 那我们先介绍主跑的记者建奇 建奇可以帮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 实音元件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好的讲到实音这两个字呢 相信许多人是从实音表开始认识它的哦 那么实音晶体呢在通电之后会产生微弱 但是很规律的收缩跟膨胀 而利用这样子的物理性质呢 把实音表装上电池 那里面的实音元件就会带动齿轮 让这个秒针呢很准确的转动起来 这就是实音表的运作原理 实音表这个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东西 那现在呢 那现在怎么会用在电子产品里面呢 是当这个电子设备的IC在运作的时候啊 实音晶体的功能就好像说 提供这些IC能够精准对时的参考时脉 而实音元件主要的功能就是 对频率的控制 在讯号传递的时候呢 去除杂讯稳定频率 所以又称为频率元件 它在电子产品里面的角色 我们拿人体来比喻哦 如果CPU是大脑 那么实音元件就是心脏 在数位化电路里面都要有时迈的信号 这个信号如果没有办法正确打出去呢 CPU没有办法动作或是会当机 那么实音元件所产生的频率 就好像说这个脉搏的跳动 能够为电子设备提供比较一致的工作的步调 这样的比喻就比较清楚一点 就是实音元件听起来是让那个电子元件在应该是在对的频率下可以顺畅的运作 没错 那么尤其电子设备功能越做越复杂 就算是很小巧的手持装置啊 里面其实整合了一大堆像面板啊 无线通讯等等非常多的一些界面 还有许多功能的模组 在使用的时候呢 这些模组它当然不能够自作主张 想走它自己的步调就走自己的步调嘛 必须要跟所有其他的模组一致性的统一动作 系统才能够正常运作 所以在系统里面要担任指挥角色的就是这个时钟的功能 要使得时钟功能可以正确的工作就要靠实音元件 它就有点像是那个交响乐里面的那个指挥家 指挥官相信他都叫时钟 对对对 这是你的买的梗嘛 就是实音元件它就是让每个就很像指挥家一样 让每个声部都可以好好的发挥它的本来的特色嘛 然后跟它本来的功能 那但是现在有因为常常听到一个产业 它一个东西是不可或缺 但是常常会有另外一个新的东西可以把它给取代 那现在有东西可以取代时音元件吗 因为这个时音晶体它可以非常精准算出输出的频率 跟电路来够匹配 从早期50ppm精准的程度已经到100ppb了 这个时音晶体应用在电子产品到今天 其实已经快要100年 仍然没有产品可以完全的取代它 所以时音产业还是会随着科技产品发展 不断的成长 像是资通讯呢 消费性电子这些3C电子产品都会用得到 那听下来 时音元件是一个很古老的东西嘛 你刚才提到100年了嘛 对 那它被应用在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当中 那当然我就好奇啊 这样子一个发展渊源流长 然后那么成熟的一个小东西 为什么感觉最近又开始被关注呢 其实时音元件一直都在啊 但是为什么它会再度的受到瞩目 就是当有新的一波很庞大的需求要产生的时候 尤其是所谓改朝换代 这个力道就很大了 譬如说它上一波比较大的融景呢 是在电信3G要转4G的时候 那么我们国内的时音元件龙头经济 在2012年呢 就是社会那一波的转换潮 营收有创新高 去年是在5G的威力开始发酵了 经济的营收超过了2012年 这当中除了5G手机的渗透率是提升之外呢 还有这个5G的基地台 因为它需要增加很多的小基站嘛 那么预估用到频率元件的数量呢 会是4G的两倍 也因为小型化产品的单价也比较高 所以一个5G基站呢 对于频率元件的采购金额 会是4G基地台的三倍 这个让我们想到 之前我们其实Podcast 有一集在讲网通嘛 那另外一集呢 我们在讲生化价三五族 那这些都是5G相关产品的既有零件 它的用量呢增加 那或者是那个基地台 它的建置密度增加的受惠族群 那现在听起来 十英元件也是这样嘛 那除了这个5G 就是4G转5G的它的用量 各个产品的用量都增加之外呢 那还有其他的需求 就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商机 也在发酵当中 一样是改朝换代的概念 就是燃油车要开始换成电动车了嘛 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大爆发的一年 是在2025年快到了 但是从现在开始 就是慢慢的往上爬坡了 动能会持续的增加 而且也不会只有电动车 像现在大家还在开的燃油车 里面内建的电子元件的数量 也是越来越多 加上Adus也是成为了趋势嘛 所以一台车搭载的 十英元件的数量 会很明显的增加 我们预估到2030年为止 最少会以平均 每一年11%以上的速度来增长 除了5G还有车用电子 都会让十英元件 未来就比较多的着力空间 没错 不过这个产业发展了这么久 也是站在一些未来趋势让头上 这个产业应该 我觉得应该是会相对拥挤吧 因为很多人会想跳进来 的确这个厂商加速不少 从市占率来看 前两名的厂商都只有11%的市占 第三名9%左右 可以看到说其实没有一个厂商 是绝对性的一个优势 而且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 这个排名就会洗牌了 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大梯队 走在最前面最高端的是日本 那么台湾跟欧美呢 算是同一个level都在中等 只有经济跟日本同一个位阶 那么最后最后中低端的是大陆厂商 你刚刚讲的一二名 就是伯仲之间大概11%嘛 那这个里面就包含经济嘛 经济原本第三名 但是预期呢 去年的整个total会串上第一 OK 那经济为什么会那么厉害 后面我们还会再讲到 那我们现在想先了解一下 这个产业啊 刚刚有讲到 我们有分成高阶低阶的产品 对 那这样子的技术层次的差异 是怎么去表现 OK 那么业内简单透过三个指标 包括这个频率能不能够更广更高 还有再来是精确度 再来就是小型化 这三个指标呢 如果说有更高的技术 当然就会排在越前面的位置 那大家其实这样听下来 因为大家比较熟知的是那个细晶圆 就是细半导体 细晶圆代工 那现在的确就是细晶圆 它是用奈米的节点 简单去区分它的门槛 那譬如说7奈米 5奈米 3奈米 然后越做越小 那就代表越往下 比较就比较厉害 那行元件呢 它你刚刚讲到那个小型化 它是怎么表达呢 具备小型化的能力的厂商多吗 OK 这个行元件的核心技术 在它的晶片设计 那么随着小型化的趋势呢 不管是我们常听到一些尺寸的数字 1612啊 12100或是1008 每往更小的门槛来发展 都是大大的挑战 目前能够跨过这些门槛的 10亿元件厂 全球算起来不超过5家 那么经济这几年 投入大量的资源呢 在5G的研发 还有制程的改善呢 包括像是晶片设计 封装能力 还有高精密产品的量测能力 都比起同业有更高的胜算 那么我们现在常讲到 一些小型化的料号 像是1612 或者是更小的 刚刚我念了一大堆数字 可能大家听过就忘记了 那么1612 前面这个16代表 它的长是1.6毫米 12是宽 1.2毫米 它如果要再缩小到1008呢 整个体积大概是又缩小了 五分之一 这个毫米 如果听完其实还是有点头昏 昏料了 有什么例子可以帮我们打个比方吗 到底有多小 好我们讲到这个小型化 比较小的1008 到底小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如果说用1cc的水 大概会有多少 大家稍微有一点概念了 对不对 小小的一点 那这个1008的尺寸呢 这个体积换算下来 就差不多是1cc的水 再缩小 差不多快四千分之一 非常的小 哇那真的非常的小 那这个 没错 尺寸越小 是不是难度就越高 那它会需要用到 不一样的技术吗 那当然 从4G跨到5G呢 频率元件的厂商 研发跟生产的技术 会成为最重要的关键 那事实上呢 高频还有微型化 对11元件 本身就是大挑战 时音晶铁的频率呢 是从它的厚度来决定的 也就是说 你要更高的频率呢 你就要把它磨得越薄 只要差1奈米的厚度 就会产生误差多少 大概20ppm 但是如果说 这个时音磨得越薄 就越容易破掉嘛 因此在制程上 也开始从原本 用研磨的方式呢 改用微基电技术 MANS M1NS 那听起来 就是时音元件 它也有微小化的趋势嘛 然后关键就在于 它越做越小 但是如果又能够保持良率 还有品质 就是它的技术难度所在 是 那 那近期提到的那个 刚刚前面有提到 时音元件的产业的板块 有一些转变嘛 就是一些市市战率的升跟降 那台厂呢 开始能够挑战 日本独霸的地位嘛 那这次当中呢 刚刚其实已经一直都有提到 这个技术突飞猛进的厂商 就是经济 那为什么它能够被 就是它的进步 能够那么快呢 那如果未来 时音元件的产业 是迎来比较大的成长 刚刚讲到5G车用电子嘛 那经济 有机会把差距再拉大吗 那现在就进入 我们的彩蛋时间 好的 经济的股价呢 在前阵子创下了 140元的历史新高 但是它挂牌了20年 也是到今年才看到三位数 在两三年前的时候呢 还只有三四十块钱 是什么样的动能 让这家公司可以一路的涨上来呢 当时的时音产业 正陷入了 连日本厂商都带头杀价竞争 只有经济不跟着躺浑水 而日厂虽然说从经济的手上 也因此抢走了市占第三名的位置 但也付出了亏损的代价 而经济呢 反而从来没有亏损过 而且这段时间呢 它也没有闲着 非常的重视技术研发 光是它一家的工程跟研发人员呢 比所有台厂同业加起来还要多 并且提早为了5G在做准备 很忙着跟客户design in 过去几年 每一年都会投入大概营收 一成的资本支出来提升技术 去年更是一举砸下了 当年营收的15% 也就是有17亿的资本支出 扩产了25% 那么今年呢 预计还会再投入将近26亿 再扩25% 那么正当经济忙着从值啊 跟量来加深自己的护城河的时候 这段期间 日厂因为之前财务亏损嘛 它这个教训是让它没有明显的扩产 直到最近发现说 这个需求真的太强劲了 产能都满了啊 如果再不扩产呢 只能够眼巴巴 看着订单被对手都拿走了 但是现在设备从订购到进场 少说也要6到8个月哦 更且何况如果说建新的厂 那这个时间就要更久了 加上日厂呢 也不算疯狂的乱扩产 以NDK 日本电波 传出要投资大概4亿日元来扩产呢 目前也已经进入了设备订购的阶段 但是月产能大概就是提高一成 这个幅度算是很客气的 而经济呢 早就已经超前部署了 以大去年营收 年增三成 突破了110亿创新高来看呢 如果没有意外 那么经济会夺下全球的市战冠军 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 在2019年 美中贸易战打得如火如荼啊 就大家都还关注说 这个华为跟苹果 到底排名会不会 谁上去谁下来 但是经济是老神在在的哦 因为不管是H牌还是A牌呢 都是他的前五大客户 所以说不管怎么变化 对他的营收是没有影响的 那么当时他关心的 反而是呢 在5G上路之后 接下来的两年会有手机的换机潮 这么庞大的商机 他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了 好刚刚那个剑琪 介绍那个经济的竞争优势嘛 然后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就是 经济他在那个产业比较低迷的时候 他反而就是增加他的研发支出 然后让他的竞争力可以提升 然后让等待下一波产业龙井再上来的时候呢 他就有这样的条件 可以再跨出更大的步伐 但是相对的我们现在看到经济这么的成功 不禁也会让人担心 就是因为后面其实还是有追兵嘛 你刚刚提到有领先族群的日厂啊 然后台厂也算是不错 然后但是后面还是有中国的厂商 那他们对未来台厂会形成威胁吗 好的那么相较之下呢 陆厂拥有比较便宜的人力成本嘛 这是他的优势 但是呢 加速众多 彼此之间都是会价格竞争 单单是制造比较成熟 技术门槛的这个低阶的插件式产品呢 陆厂里面就有两三百家 那当然也有人开始做比较先进的 表面粘贴式的产品 但是做的就比较类似像是2520这种大科的 其中规模比较大的 还有在陆股挂牌的大概就四家 但也是聚焦在他们自己的市场 或是帮海外OEM为主 跟经济的技术有差了大概四个世代 比较不构成威胁 OK那既然这个市场很大嘛 那后面的追兵 就是短时间内还没有赶上的机会 那大家会关心这样的产业需求啊 他的行情可以走多久呢 这个经济的董事长呢 去年底的时候认为说 大概还要两三年才会看到他的营运高点 不过从今年以来 整个公司的营运表现 大概也都是有出乎这个经营团队预料的好哦 公司的扩产幅度因此呢 动态从原本15%上修到25%了 因此这个时间或许还会再拉得更长 那么尤其这次有电信跟车子 两大势力都要改朝换代呢 或许呢 这个好戏上演根本不到一半 只是去年只有经济一支独秀 但今年其实看得出来 这个二线个股也都非常的争气 刚刚一直都在讲经济 那好像那个十英元件的产业都是他一个人在玩 对 独角形 但是其实十英元件厂商还是有很多家啦 那没错 近期他会特别把经济highlight出来 然后其实因为经济的技术 还有他的刚刚讲的市占率 这些表现就特别突出嘛 是这个产业比较具有指标性的厂商 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产业趋势正在往上的阶段 刚刚讲嘛 还有两到三年嘛 那所以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厂商 他还是会有机会嘛 没有错 我们刚刚在彩蛋时间已经提到了 经济这两年积极的扩产 其实其他的同业呢 像西华去年已经在南科厂 投资了4.3亿元 要新增他的中小型规格的 阴差型的十英震荡器 从原本一条变成了四条 这个幅度不小 今年还要透过在日本合作 投资1.8亿 开发生产5G的应用高阶的十英元件 另外也还会再增设中小型 阴差型的十英震荡器的产能 那么另外西华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特色是 他在日本跟台湾都有自己的掌精厂 他就是说能够掌握上游的一个料源 至于还有一家叫加高 他其实就是日本大真空在台湾的合作伙伴 有日本这边提供很稳定的业绩 是非常低调 但是营运表现也很稳的二线业者 好啦 这是今天帮大家准备的内容 其实近期把十英元件分析的还蛮清楚的 这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产业 但是现在在5G车用这些趋势上 古老的产业反而在继续的发光发热 当中的经济这家公司因为很重视研发 他的研发金额就是比台厂加总都还要多 对 人员 人员 对 现在产业地位他已经晋升到一个 就一哥的位置 未来可能还有两年以上的市场行情 大家就可以多多留意了 那我们现在进入了听众留言的时间 那这边的这次的留言也有不少留言 那有一位是疫情快散 然后他有提到说 就是这个节目啊 让自己做产业的功课的效率提升很多 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团队所期待 然后希望大家透过这个节目 让自己能够快速了解平常感兴趣的产业 那你有提到说想听伺服器产业 还有记忆体的后续的状况 那伺服器其实就是我本人主跑的路线 那如果想听的话呢 未来一定会有机会再做一集 帮大家做介绍 那记忆体呢 R1之前有做过一集 但是呢这个产业的报价 供需其实动态变化很快 所以之后有机会呢 还是会再推出 就是update一下内容 然后再还有那个听众 X-O-I-C-H-I-R-O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念水槽 全部把它念出来 那他有提到 就是浅显易懂 收获满满 谢谢你哦 然后还有一位是那个 J-I-R-O-C-H 他有提到说 我们节目中的互动 越来越有娱乐效果 其实我们团队 的确有很多人 天生就是有当谐心的料 那就是大家应该 听久了应该会发现 对啊 对谢谢你的支持 那你也提到说 财报那集讲得很不错 然后希望8月中旬 Q2财报公布的时候呢 可以再用一些更多的实力来讲解 那这个题我觉得 还就是非常的不错 就是在那个时间点 就在做财报的分析 会更有临场感 那我们会在 内部就会再讨论 那还有就是 那个Archery 韭菜地方爸爸 也有提到说 相见恨晚 终于提到分析产业的频道 然后对于那个IC展板那集 受益良多 谢谢你哦 然后还有大波罗 他这边有提到说 那个台股的那个 冷门股造势嘛 然后对台股的影响 不知道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那不瞒您说 我们团队其实是 那个冷门股的专业户啦 没错 所以你的题目呢 其实真的蛮不错的 然后可以 我们其实可以找一集 好好聊一下这些 体质很好 但是呢 一直以来都没有被市场 看到的好公司 那我们团队还会再讨论看看 这样子 那好啦 那最近就是 因为那个要围解风嘛 对不对 那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那个防疫 然后能够平安度过疫情 所以如果喜欢我们节目呢 那还是要记得 一定要多多帮我们留言哦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